马来西亚4月全面重开边境之后 当地医疗旅游业看到客户开始回流 马国医疗旅游业者相信 人数不但有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预计2025年还将取得超过4亿5000万美元 比2019年疫情前增加约两成 来看本台驻马来西亚通讯员阿非法的报道 4月1号国际边境离开 来自印尼的莫斯塔法 马上为母亲在罗佛一家专科医院预约看诊 她从巴战岛搭多轮长途跋涉抵达 尽管花费高 但她表示对马国的医疗素质和服务较有细心 这家罗佛的专科医院 每天平均接待10名病患 多数是回来复诊的 毕竟疫情导致看诊预约被推迟了两年 在2019年 这家医院有18000多名病患 分别来自86个国家 位于东坡的太子格医药中心 今年头5个月 每月收治的国际医疗游客 也平均增加了5成以上 这些人也不只是健康的 什么都在这里 我们有很好的层地医院 在 Malaysia 这里有免派 渡浴室 渡浴室 我认为是一种最主要的 而来回到 Malaysia 医疗旅游理事会接下来也计划开拓中东等新市场